Hello 大家好 又到這個聚賢堂的時間 美女主持Amanda 今天的嘉賓很特別 不是平常訪問的 我要託你的福才能見到 榮先生 新世代文字媒體 經常在文字後工作 大家看到他的版面的文字 真人少見 網路上也會看到一點點的影片 但真正正 看到你 我評論其他事我就會行 對 如果訪問我的事 接受你的生意就不到 很榮幸 因為榮樂奇的文字媒體 香港少見 很多人不過賺到錢 而日生活得不錯 還要走一走 很多年輕人 可以自己去外國旅行 你明白嗎 年輕人很希望的工作模式 沒有獨特的辦公室 可以隨時做什麼 幾點鐘做什麼都可以 另一部電腦又不受老闆的氣 最重要是有錢 整件事是否很爽 都要受氣 都有氣受的 不過就不是直接有個上司 讀我 而是整個生存環境 無論如何都會有壓力 這個震驗 當然 導致人們覺得很棒 究竟是什麼 因為蕭公子在網上 也有個版圖 有個地方寫 很多時候在網站上 我們想起一些報道的新聞媒體 例如零一等等的事證 例如蘋果等等 很傳統的 但你覺得有些是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很認真的政治 有些是很認真的政治 有些是小公子的地頭 有些是可以很近乎高登 那類比較輕鬆的事情 就放在一起 而且是很負責 基本上也是 作者又作者自己的責任 你又沒有什麼所謂 你沒有版權的限制 整件事負責就不得了 可能嘉麗媛觀眾有些微妙太清楚 不如你們兩人說一下 究竟基本概念在你的網站 其實媒體、傳媒來說 真要講基本概念 由此至終是沒有變的 即是說有個人有東西想表達 透過一些媒介 去傳遞到受眾那裡 而這個不同的媒介 自古以來可以用不同方式 即是從結成幾時開始 都已經是一個媒體 這只是所謂的網媒 只是一個模式不同 而相比所謂傳統媒體 只不過是這幾百年的事 即是從美國獨立戰爭開始 才有所謂印刷的報紙 去做Propaganda 即當年南北戰爭 不知道什麼 我都忘記了什麼 還給了先生 是從那時候開始 才有做報紙出來 為一個政治理念去服務 那時候才開始 而網絡媒體 是從這幾年來 我聽聞就是從這個 在美國那邊 我忘記有哪份法庭的 那個宣判 放上網 接著那個宣判 就做到法庭的網站 垃圾 那個就是所謂網媒的開端 原來大眾可以直接在互聯網上 獲得一個資訊 後來就有Huffington Post 這個最出名 亦都是所謂近代最成功 最成功被收購 之後就很多人想學 坦白說 我都是一個其中想學的人 但是我也都留意到 要學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香港的環境和美國的環境是不同的 美國首先它用英文 用英文就面對的讀者 一定是全球的懂英文的人 跟著美國本身好像都有幾億人 是不是三億的人 市場又已經不同了 但是香港始終只有七百萬人 活躍用社交網絡的指揮 Facebook有四百多萬個帳戶 好像是 多一點點 Facebook算了 再計算用繁體中文的 再計算用繁體中文的 又多兩千多萬台灣人 連結台灣 是的 但是頂到最盡 都是只有三千多萬人 好了 相比於美國三億的 首先是兩樣東西 再看的就是政治的背景 美國始終有兩黨制 不是兩黨的 其他人都可以參選總統 但是都是兩黨 開放的 總之寡頭壟斷 變成兩黨 但是在香港還是立法會比例代表制 特首是千億人選 這些政治環境之下 我不是說這是對還是錯 不要誤會 生態 生態是這樣 這個節目OK 這個節目基本上不是你那些講政治的 生態是這樣 所以選舉當中 他們不會花這麼多的銀兩 去做Propaganda 都不需要 給你代表制拿10% 搶到就可以了 不需要說 因為兩黨制之下 一定要拿超過50% 才能拿到移籍 是不需要的 香港不需要的 所以香港政治環境 是不需要 投放極大極大量的資源 去做這些事情 考慮這些情況之下 網媒要生存 是一個嚇逢的 如果沒有這個警察 而打算踩腳下去 打算學Huffington Post 燒錢 對 燒公子一樣燒 燒主流媒體 是不可以的 即是不可以 不可以胡亂學 以為學完 整個網站出來 把新聞上去 就有人收購來 是沒有這樣 很理想的 對 所以他們一當就失敗了 我不是說別人 我不是說別人 擺到明 就是打人收購 有些根本是這樣玩的 人家一年燒兩千萬 不可以開心 即是打算燒到一年 不要理人 我沒有打算燒錢 由頭到尾 所以我第一樣 可以分享的所謂 business model 就是 照看心態 環境 很感謝當初 我和朋友分享 我的所謂創業理念 他第一句問我 喂Rocky 你以為你的 cash flow 是怎樣 很正常問你 大生意的形式 平常做開的形式是怎樣 賣鹹水花生 你也來問 對 最重要就是 revenue 減 cost 等於 profit Rucky 你會剩多少錢 是的 今天我很感謝那位前輩 他是商界做得很好的前輩 他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那個是當頭棒殼 首先要想一想 他的現金流 對 對 那個就是所謂的 model 就是 revenue感 這是很正常的事 每一個生意 你繼續營運 似乎是這樣的 否則是燒錢 似乎是希望有錢回來 只不過有些人說 連期什麼都好 那些人是另計 但是起碼概念上 第一件事 有很多人會想 我們很熟悉的大型點 就是媒體網站 你會比較個人 因為貼文也算是微企 你也算是微企 很微企 問題是一般人會想 我自己都可以做自己的blog 沒錯 可以的 那件事和你 因為你很有趣 在兩邊的中間貼文 你又會有自己的貼文 但又不像平常的人 我覺得我平常都有貼文 但我不會貼文到有很多廣告 除非是影片 影片是另一個問題 例如 你累積廣告一段時間 對 但你又不是 因為我知道你都 為何有空 或者為何這麼高興 你一開就有這些廣告 很開心 對 有很多廣告 我最知見到這些 你明白 你的流量是令到有公司肯付錢 你花費 是不容易的 其實說出來也不太複雜 舉個例子 其實很簡單 例如坐在我旁邊的蕭公子 你要說的 其實它是自己有個博物 是 它是放在Google的博物圈 我自己用的博物圈 很古老 很如意 每個人都可以貼字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吸引人看 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有些是很流行的東西 對 Yahoo曾經都做過博物圈 都是很受歡迎的 很多人會等著上去 就是第一段時間 因為新的Media 因為新的Media 是出來了 大家放就不放在那裡 因為Blog是很個人的 很難設計到很fancy 諸如此類 又很難跟interactive 是很單向的 但其實Blog 要搞到有廣告收入 不是不行的 其實我有朋友都做到 我有朋友都做到 只不過是一定要很 要持之意行 還有每天提供的資訊 那個瀏覽量都要多才行 即是另類的上班 是的 其實這樣就是 差不多是 我有朋友搞個Blog 就是講一隻手機遊戲 他的收入是比我高的 其實是 但他很專門 是的 很專門 他有相關的公司 會幫助 其實他用的廣告代理 都是我和我差不多 是廣告代理 不過是不同的頻道 所謂 他的收入會比我高 首先他每天的貼文竟然和我差不多 當然他每篇的其實很短 可能一張圖幾句 但是他的讀者群就很需要幾個資訊 因為要打那隻遊戲 其實就不複雜的 摸一下小豬 跌下來 打一下怪獸 但是如果喜歡那隻遊戲 就會看他的Facebook 就是攻略的那種類 對 例如今天 原來有那隻神獸 又特別多 容易跌的那隻蛋 他就會提供這些資訊給讀者 那些人就會踢下去看 我的了解就是 例如Pucamon Go 對於我來說 這已經是最大機了 可能你不是那麼熟的遊戲 每天有新的 是相關的原因 為什麼當初我會寫Block 也有一點相關 不是完全這個原因 我沒有什麼商業的事情想過 但要是你的商界也有了解過 就是正式網媒 沒有人形成之前 其實有另一種商業模式 你那個拍賣網 其實自己網上做生意 網上商店 不是每個人都行的 而引伸出來另一種東西 還會發現網上商店 原來自己懂得寫專頁文章的話 促銷是很有用的 所以暴落格第一代網紅 就是這樣出來的 有些人專門寫 我喜歡怎樣化妝 有些很冷門 例如怎樣砌模型 旅行 又或者手錶 旅行是最快爆出來的 回到最闊 沒錯 所以網上商店 拉得這麼快 其中一件事就是 因為個人來的 那個單向宣傳的方式 可以作出 可以收回留言 可以教別人 遊戲哪裏好玩 但那個年代是很專門的 不會踩過界去傳統媒體 因為未發展這麼成熟 我想某程度上 每一件事最開始時 都是為高興 或者純粹是做了他最專長的事 其實我相信未想到 踩過界 你看看容樂奇的版面 他已經分析了 因為好像多內容 過界了 由傳媒監察 政治 機制 法律 社運 社群服務 文教 國際事 還有一些 副刊類 先前沒有第二行 包括什麼 即場交事 愛情點滴 忠告 很多人沒有改過 沒有改過 他會這樣 即場描述 我會想到他的名字 下面寫個網址 大家不明白 稍後 我要開歐這件事 就是這個生態變化 Rocky沒有說錯 那個生態變化 雖然在俠縫內生存 但這個俠縫是外面形勢造成的 一方面是網上商業的蓬勃 拉動了一種模式 但傳統傳媒的 他都過度想上網上 其實是過度不到的 其實是的 還有興趣的原因 永遠一個創業的人 他可以找到一個下逢 就最好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放進來 定位問題 即是他放進去之後 但他想放進去 又可能又不夠你做的 其實很多人已經令到我都縮了很勁 坦白說 即是有競爭的 是的 是有競爭的 其實很簡單的競爭 就是每人都只有24小時 每人每天肯上Facebook 看見有趣的東西 按下去看 的時間都是限制的 即是我不管 可能有人有空到 要是想8個小時Facebook 就算是8個小時都是限制的 看的東西都是限制的 是 好了 如果Facebook多了東西看 我經常講Facebook 一定要講 因為我們的流量 八成都是來自Facebook 所以一定要講Facebook 好了 Facebook多了東西看 多了不同的東西看 一定會攤薄了我那邊的流量 這是一定的 包括 這個所謂騷擾的競爭 其實去到白一點 競爭不單止這一樣 但這方面的競爭 例如說 就算是一些GIF 一些圖 很可愛的圖 用時間 已經搶了我東西 或者短片 兩三分鐘的短片 真的會搶到的 已經不要說 別的形式文章的網站 例如蘋果都會放上網 這些都是競爭 因為一般人做生意概念 或者想一個新生意的事 他很多時候直接想一個競爭 就是competitor 譬如某一個跟你一樣的 他叫做競爭者 但你很分析了一個分析 其實你的競爭 是來自於大為社會的發展 以及人的behavior 當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是的 看東西又限 科技變得很快 是的 但問題當然 他提供了很多資訊 例如小公子寫了一些 一些養份 或一些想法 當然有些是高興的 都會有 但人是有基本這些需要 你都是滿足這些需要 無論是知識上面 專業上面 或是高興 或是找交易 都好 都是需要 這些人不會走得 但有不同類型的東西 在網路上也好 或是其他地方也好 搶了的時間 就是你控制不到competitor 對一般創業的人來說 就算自己搞自己的盤研 也想死 都未想到其他部份 但如果你做一些 IT 或是跟潮流很大關係的事 可能你的眼睛要多看一點 因為不經不覺之間 可能很不小心 搶了你的客戶群 或者可能你自己想著 會有那些觀眾便會失去 那這個你一開始已經計算了 還是你計算了 對 那這個大家要想想 如果你是想做相關類的事 可能你的眼睛要網上 其實都可以分享多些 就是我 剛才說了 又說什麼 美國套合戰爭之後 這些所謂的計算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 我很坦白地說 我的流量從高峰期 我已經跌了 跌了超過一半 高峰期是什麼時候 高峰期應該是2014年尾 2015年的時候 是高峰期 一個月的點擊量 可以去到三百幾四百萬 跌了超過一半 現在只有一百幾萬 原因 原因就是我剛才所說 多了一些想眼球 真的多了一些想眼球 但是這些計算 我也是計算了 所以我也要分享一件事 就是 其實這間公司只有我一個 哈哈 登登 主天家老闆 為什麼離中 就是這樣做 工作的只有一個 當然 如果真的要再數下去 就 例如出資票的時候 為什麼出得這麼慢 其實是有人幫我做的 出資票 很明的 出資票是有人幫我做的 下方的迷思 就是有告法 是 真的會有人出資票 如果做生意 其實很多創業人員 一個人做的話 很多時候分不出身 可能你聰明的地方 就在想這些 計算 大家想就出票 我就會求他 一定是你聰明和不聰明的地方 還有很多Admin 都是很隱瞞的事情 你是需要找人去做的 還有IT 其實是我不懂的 其實是程式 我不懂寫的 我要找人幫我寫的 這些其實是幫助的 在數下去 其實是有兼職幫我做的 是 專業人士十九 我想說的就是 我一定要控制成本 壓到最低最低最低 但是你的成本已經很低 你只是一個 這樣才能生存到 是 真的 其實我很感恩一件事 就是我幾年前 其實已經有人不斷勸我 不如擴張 那個勢這麼好 不如搞大它 剛才是很漂亮 拿出來的話 然後我就說 如果我的流量跌一半 那怎麼辦 如果我的流量跌一半 我都能生存到 我才可以擴張 用那個做基礎來擴張 壓力測試 對 而我到今天 很 不知為何 我真的有那個決定 就真的不擴張 不要擴張 不要太早擴張 真的 當時試過一個擴張 就是請到一個人 對 對 營運到某個位置 就是 不行 這樣 少了個都沒有所謂 原來都是沒有所謂 多個和少個都沒有所謂 真的不差很遠 然後就欠了 對 對 最後 到今天仍然生存到的 就是 我成本真的很低很低很低 不是70個選擇 可以說辦公室就是你家 基本上你的成本可能是電腦 電腦 電腦 那樣東西 就是 傳統媒體 傳統媒體其中一個很大的 蕭雲子的地方 是人 人工很貴 他們自己寫文章 自己做報告 自己做辦公室 就是約稿都頭暈 我不是約稿的 我真的不會跟你說 蕭雲子不如你今天寫一寫 有一定時定候 我不會的 你寫一寫一寫一寫 你寫一寫一寫 有一個地盤 定時定候 要有稿 要追人家 是呀 我不追的 他們有一個基本的 即是怎樣說 他們有一個風格 或者他們有些期望 所以要找一些成本 去名稱的期望 但基本上你喜歡來 不喜歡選 很自由 這個都是他的風格 我的網絡甚至是去多地步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夠蕭雲 這個有一天不夠蕭雲 不是課師到將來有一天不夠蕭雲 而是真的 過往是曾經一天有一天不夠蕭雲 我怎樣做呢 很簡單 其實 我把舊蕭雲推一下Facebook 就是有一天的了 這樣就真的 真的有一天 這樣有一天 這樣有一天 最重要是有課 我最重要是每一天 有這樣的流量 有這樣的廣告 我就可以跟你開飯 即是不複雜 你的工作都是手指 通常用中指 通常用中指 但那裡都是考技巧的 你如果保持著那些文 那個新鮮感 也不是老化的 我看到很多版面 現在 這幾年來的版面 不停在一些文 是在改內容 其實沒有人在首頁上 這個真正 八成來自Facebook 八成來自Facebook 問題就是 會不會說你的模式 不是你自己預先設計 是這些 作者推進去的 其實我想也是 是的 作者為本 其實我也是 有些位置是 是 起碼你不用管他 蘇哥所謂 這幾年我們曾經做過的事 例如 蘇哥本土派 都要說少少 那一陣子流行的 是的 那些作者都喜歡寫 傳媒不斷跟著 而外面不同的山頭 就登不同政治勢力的東西 而獨獨有一個政治勢力的東西 所以沒有人登 就給我登 那變成就好像我在那裏 會不會一旦反過來 因為人家不登 所以我就在那裏登 是的 所以我被人推出來 市場推著你走 很多人說是半導派 我不是 你一定知道我不是本導派 很明顯 我國事學會 其實我搜尋一些東西 我不會是本導派 試過有一陣子 都有人以為我是本導派 我們問到他那裏出現 不是 我不會是本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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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果有人說我的網友是本導派 我又很難否認 因為很多在我裏的文章 政治評論是說這件事 但會不會相對的 反而就是你 不是認為你屬於某個派 你是最開放的 因為我真的什麼文章都會 我都不是 沒有地方好去就去他 他又不會關門 民建聯比文章都可以 只是有的 我擺了 然後呢 桂晴江 桂晴江的文章我會登 已經登過很多篇 我想整體印象 或者是印象的問題 但都是一句 你想想你 但我執行起來 我真的什麼文章都會登 這是他的風格 我想你要找到一個 其他媒體沒有的東西 你才會變成獨特 雖然大部份 但總有的 這就是媒體本來的存在理由 就是給你說話 如果他的做法 對傳統媒體來說 他的錢不夠分 他只是一個人 你想想我還有這麼多工作 這些東西 他不夠 我看他們 始終有個位置 就是他們可能疼自己的面子 我就不是的 我疼銀子 他疼自己的面子 很坦白 他疼自己的面子就是 我登完這篇文章會被人罵 有些人就是為了不想被人罵 而不登哪些文章 他會不會因為他們的老闆 或者某些原因 某些關係 那篇文章會令另外一彈生 我不是的 你會不會因為我登了文章的文章 而不給我 不會的 你就好 有些作者是會的 我寧願就是得失 你就不會給我 他會覺得他不想跟他同一 你就不要給 是不是 我試都要 我沒有空才不給你 百了再臨 不如什麼 一了再搜 我寧願就是 你有文就給我 我就登 你不要兇我 你真的不要兇我 你不要說我登完哪篇文 你就不要給 你不給大篇文 你吃錯了 你一腳就老實 我喜歡的職業不喜歡的船 你真的不要登也還可以 有些讀者也是很有趣的 你登過哪個篇文 我不看 你就不要提 說真的 你不看他不會痛 很坦白說 會不會調成另一個較為較為 客觀的描述 以做生意來說 如果有人用了傳統媒體的思維模式 說我要有一個所謂風格 即是媒體風格 其實這是另一方面 就是局限了 他自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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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局限了讀者 如果局限了作者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都叫他踩過一下 其中有一件事 以前我們下廣告的時候 都要看你什麼風格 如果要找一個渠道 或一個代言人 賭米的 諸如此類 會不會這樣 這麼開放的平台 是另一種方式 但又怕不怕會說 下廣告又會有意見 親自下廣告的人 一定會問我這個問題 你的網上的讀者群是什麼 我永遠都不會回答他 很傳統的 我永遠都不會回答他 或者永遠都不會回答他 我會直接說 我真的回答不到你 什麼人都有 明天最多就是什麼人都有 就是Amanda上次都聽我說 真的什麼人都有 那些人就會以為我是回避 但是在一個新的 我這個傳媒的生態 就是真的 什麼人都會看到我的東西 同時間 我也不會因為 為了照顧某一批的人 而不出某些東西 傳統媒體以前的思維方式 就是比較 我自己要面對什麼 我自己去招廣告 就遇到這個難題 所以我很少自己招廣告 但是我就會把我的廣告 但是你是載到很多廣告 是啊 很過癮 我剛才覺得是雙廣告 認識一個還有一個 才能進去的 大佬 投到雲 確果你能按到廣告 不是 是兩個廣告 另一間公司怎麼辦 真的有很多廣告 真的有廣告 因為我是有 其實這不是秘密 只要你開了我的網頁 看那些原始碼 你一看下去就看到 幾多間廣告公司的文章 這些不能騙 就算在這裡跟你說雙廣告機密 你真的想起我底 是無難度的 不是什麼雙廣告機密 你一看下去 就看到幾多間廣告代理 你再看幾次 就算它有所謂的 家庭設定 一個掌握一個 你都可以看得到 四、五間廣告代理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 因為這個說真的 生意局 因為有四、五間公司 有四、五間公司幫我找廣告 所以就是好事 當然 讀者 多廣告是有點麻煩的 不過今天我們說創業創業 其實老闆是很開心的 傳媒當然是有廣告的 對 還有廣告我按兩下 但如果你完全沒有 是不可能的 還有這個很重要 今天請你上來說 應該是新的媒體 新的媒體 創新的媒體 創新的媒體 大家要打破 你所認知 你所看的東西 就算我們這個網台也一樣 有些事情 可能傳來想 我要多少個讚賞 如果是很按鈕 有時候你會比較敢試 其實我不管 其實我也不管 另外一樣東西都相關 因為Rocky講過 你的營運模式 讀者和你的互動 作者和你的互動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也要說創新生育的問題 就是剛才說的問題 傳統做廣告的經驗 因為有效果在手 是經驗經驗廣告 是他們選擇媒體 很少可以產品選擇媒體 你不是帶到這個樣子 有些公司自己的品牌 是會自己主動選擇媒體 不用經驗廣告公司 問題就是生態問題 肯定不會說某個產品 是覺得某個產品 帶到親自去應酬你 一定經驗廣告的 其實我們反而是有些產品 親自找我們 親自找我們 比較神奇 因為我們是很小很小的產品 就要找我們 因為他們小了一個位置 在傳統媒體 傳統媒體沒有理由 他沒有可能提供成本 是另一種生態 但是我又想說 由於這些產品 因為實在太靈累了 其實連我都不太能幫到銷售 只不過是 例如我很直接 例如我的網站 其實有兩個廣告是送給朋友 有一個是賣眼鏡 賣眼鏡的一個是朋友 所以就送給他 送而已 真的送 一個人做老闆應該好處 不用開會 不用商量 但喜歡就給吧 這個就是回到我剛才所說的生態問題 互動中其中的主要收入來源 我不會說全部 肯定會影響收入的廣告量 而廣告以前的做法 就是選擇 例如讀者的標誌 要什麼穿自己 什麼收入階層 什麼文化背景 口味如何 即適合我的產品 服務放在你那裡做宣傳 我才放進去 但你定義不到 所以就少了這一部分 一定少了這一部分 不會是傳統大的廣告經紀 他一直都看過廣告 真的很傳統 但為什麼他會見到 例如我們有其中一個廣告基準 就是全球最大廣告基準 就是Google 超大 Google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 例如Amanda 這些高貴有氣質的女士 一定是她高消費能力 為什麼他看我的網站 就會見到漂亮的廣告呢 因為Google掌握了 他最喜歡買東西 最喜歡去旅行 然後看我的網站 可能有三格 是判了給Google做的 他看下去就會見到 嘩 哇 那些大品牌都在 其實是他才見到那些大品牌 而不是那些大品牌 在我那裡下廣告 只是Google在買了我的位置 直接給你 有銀行 有些廣告直接給你 是呀 那些大品牌 原來有一個 這個東西我不熟悉 這個Google Google就是利用所謂的大資訊 例如Amanda 兩天吃飯都問我 你會分析一下自己的網站結構 拿大資訊去賣 我是不會的 我自己 因為我迫什麼 已經人做了 所以美於Google當然是小小資訊 但是Google就有大資訊 Google就會聽到廣告給你 利用他的手上的大資訊 但會不會是不同 讀者收到不同的資訊 他的手機上網 Google其實是認人的 其實是 Google就是已經看到你的手機 知道哪部手機上網 就是你 可能你看的廣告和他的網站有不同 都不同 我開始解釋通 一格 當然一格 那幾格 總之我看到 如果我是讀者 其實某程度上 我會被Google的認識欺騙他的風格 因為我看到一些我會用的品牌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咦?你也是他們購買你的 所以他們可能相對地很高 例如我這些人 就會看到一些手機遊戲廣告 教友網的廣告 問你晚上悶不悶 那些廣告 稍後可能有拍攝專家 這可能是幫助一些想創業的年輕人 其實有些事情 其實有些事情 就不用想到這麼吸引 我要弄成這樣 要令到銀行要落你 你有分不上客背景 但原來有些位置 可能你真的多知道少少 原來Google大人 有很多事情可以幫忙 Google大人 你做得不夠大 他又不找你 但那種大的情況 就不用大到很大 對 有一定 但你也過百萬流量 無力看不到 自己搞Vlog 搞到我朋友這樣 都不受他玩 難的 因為他很差 因為他很窄 因為他很窄 因為他很闊 如果你Google問心 如果我是Google的人 我都在想同一個人數的量 你闊 我起碼撞的機會會大 所以是兩個很不同的世代 為何出Vlog 你會適合哪些網上拍賣 專門精品 是需要你自己專門資訊 其實不一定要靠什麼大資訊 其實是會掃到你出來的 反過來 如果真的要搞傳媒 其他東西的話 你要吸引廣告 你不是有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 你的科技生態影響力很大 但Google之後 會不會有另一個震撼 我們當然會猜 一定會無時無時會猜 就是Facebook何時會倒閉 會老翻 因為八成流量來自Facebook Facebook倒閉 香港還是比較多 外國的Twitter 香港比較依賴 但我們會想的是 人始終是社交動物 始終會有 即是一計時一計明 就算Facebook一天會倒閉 即是Facebook一天會倒閉 即是Facebook一天會倒閉 都總會有新的 只需要當那樣東西 看到那個小時候 我們轉得夠快 即是轉到那邊 即是到時才算 即是到時才算 現在就想定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那樣東西都未出現 即是因為這個未死 即是畫下看得起 即是畫下看得起我 即是畫下看得起 即是畫下看得起 例如新世代這樣 那麼多愛家庭觀眾 可能年輕人 你怎知道你會否做到舊 如果你真的想做香港版Facebook 你記得畫下看得起 即是畫下看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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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猜不到新一浪 正如當初Blog 按到Facebook 即是大家猜不到 即是大家猜不到 但要是姜界的北面 要爬牆才行 那種生態又完全不同 所以我完全沒有觸碰過簡體字 難一點 因為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無論是廣告 無論是用語 因為我們文字網 一定用語很重要 用語是字題 文化 所有東西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沒有想到 那些朋友問我為何會變成網絡 因為你那些網絡被人偷吻 貼上微博 是扣我的名字 認到扣我的名字 是扣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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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偷 都是的 拿吧 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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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想是一個很不同的生態 問題是 你會不會研究一下這個 有研究過 但不會是從一開業 不是統一媒體 有沒有機會是這樣 不知道 因為我實際地分析給大家聽 不介意說 例如在大陸開網站 其實一定要有大陸人的身份證 申請批文 過生法一定要放在大陸 實名登記 這些所有東西都限制了我們 我不是不介意實名登記 而是我真的沒有大陸身份證 我沒有辦法拿月 跟別人合作 不知道什麼什麼多少號 那個號碼 跟別人合作更加是 因為我們搞網 我們搞生意 一定要很小心 當然 就是不可以死 不可以死 一定可以死 人家有身份 你沒有 如果被他們在上面搞什麼 我死 是不可以的 直接在大陸沒有親信 這是很直接的 在大陸沒有親信 所以我就做了這一點 我想說某些生意 亦是說不用想跳得那麼快 考慮香港的未事 如果看樓量很過癮 因為看樓樓有些消息 我會知道 不單是香港 第二大是台灣 三大是北美和澳洲 歐洲也不是 我的圖片很全球 我的圖片差不多 差不多 很合適的 他們很想找一些相關的 但在中文 其實是很多不同地方在看 甚至不同時段的地方在看 所以搞定這件事 已經很過癮 不是說一定會很腐竹 因為你剛才說的地域這麼大 但說人口 其實都不夠簡體中文 當然 但你是說定位 只不過 以我這個人力物力 以我人力物力 我搞定 不會飛漲國河 我搞定這一堆已經偷笑 因為我正正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發大和貪心 心紅的角度 有多貪心 你想想你一個人 你做算是凡體字 你為什麼很忙 而且做不完 竟然對手已經這麼多了 所以說 接下來 你有沒有想過 我不理會是否內地 雖然之前有人叫你展示 但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真的下一步會怎樣 因為這樣一個人會悶 你會陪伴你 沒有 你一讀者推著你 沒有 我實在的 沒有不要緊 想不到 剛才說的所有都是局限 如果要衝破局限 是真的要衝破到才自己衝破 是不是廢話 就是廢話 真的很直接 如果我大陸認識不到親信 我就不會延伸大陸市場 你也無謂 一認識到我就會延伸 有人想找他合作的 就自己找他 一認識到我一定延伸 但是親信 先親 然後信 你先上幾個回合 信你也不是一招一直 絕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很實在 你現在夠容好了 你說你下降了一半的流量 都夠了 再下降一半 問題就是實在是似 除非你說不是 我現在都不管 因為雖然下降了 但我廣告增加 你錢沒變 其實是 很實在 你不走多一步 你永遠在這件事裡 除非你的東西減少了 但廣告增加 你的錢是沒變 但你沒變 也不是好事 沒有事 你要進步 那你是不是想著 我現在都不動 怎樣都不動 你做人的兒子 學選權比較好 那些 對我來說是先守住 因為始終現在都是很變態 現在的生態 真的很實際 其他競爭對手 是無限金錢 他們都教了金手指 是 其實坦白說 我守已經很辛苦 但如果要我再想 進攻 我一定會想 問題就是 我只可以想守多些 你估計會不會這兩三年 還是守 你記得連下年都可能守不住 不會 做生意的 我又不會 因為你要加租 說真的 你一加就拜拜 沒錯 我又沒有加租問題 你沒有的 加電費也沒有問題 他不是多加一倍電費 都是有限錢 說電腦買一部電腦也有限 Tesla出了一個太陽能牙板 所以不用付錢 家裡掛板在上面 所以我控制成員到這個地步 連伺服器都不能加多錢 因為伺服器公司 我自己就是伺服器公司 伺服器公司 伺服器公司 說回剛才的競爭形勢 為什麼Rocky說沒有呢 是深刻有一點 很過癮的另類思維模式 由我商界 我自己知道什麼 現在踩過場的所謂competitor 好像是威威威威威 因為他有錢 錢的性質很不同 太多錢了 為什麼整個性質不同呢 就是因為他把兩種用錢的模式 是踩過界的 第一種是傳統媒體那樣東西 它是屍雲子的 它是如先二話不說 就放了辦公室 找了寫手 約了稿 又要玩明星 那些什麼東西 又有淨頭 即是他用傳統媒體那種方式 使用那個所謂硬體和計算 即是基本上你算到數 第二樣東西你算不到數 你不明白為什麼 所以就是我做慣了 我知道什麼 華爾街坦大帝的思維模式 他是用了網絡的燒錢模式 來燒傳統媒體的模式 也就是說你玩的IT 你自己也知道 那些小朋友開過派對 都淋在香檳那些 是那種燒人子模式 所以Rocky面對是兩種傻人 是燒人子 就是用傳統媒體的燒人子 再加上IT的燒人子 就是希望將傳統媒體 搶佔這個網上的空間 所以為什麼人家會燒人子 真的搶到的 真的搶到的 問題是是否是搶到的 他這樣搶法 我這樣縮法 我也有錢賺的 而他沒有 我只可以死 所以我的死手是跟你鬥長命 我可想到長命的機會 比他多 有時候打架 你不是說大隻 那一定贏 你看得準 人家的所謂叫Achilles Hill 你的死穴在哪裏 就是死穴 你是不停消銀子 除非銀子是無限量的 他可能也有些無限量的 可能他在另一個地方賺錢 不知道 從金主 很實質 金主 整一個媒體出來 決定權就是金主 金主的心意會變 這是真的 為什麼我的心意不會變成金主 其實很簡單 我只想過日晨 我要過日晨 吃飯 我只想吃飯 我只想吃飯 我就不會突然說 我心意一變 我就撿了 不是 我不能撿 我撿了我會餓死 是你的選擇 和金主那麼多 不能選擇 有些好空的生意 對 有些心意一轉 就不見到我 有線都可以吸收 真的嗎 有人 吸了給別人 對 其他媒體的金主 可能會這樣 近期已經有實例了 70宿到20個 那一件 開了命 還有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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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有沒有人出票給他 我不知道 不過算了 不要理人 我就一個 我會猜到的是 如果我這樣 都長命不到過你 其實香港不是值得玩望的地方 一來來來 你當然希望多元發展 不同的人有生存空間 不能希望 因為每一個大的財團 一定想壓死所有未來健身者 當然 這是很錯的傳統回息 因為在舊的經濟體系裡 你可以壓死你的對手 但網上的客房 是闊到擺放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因為你還有一些小撮的人 你需要滿足他們 相對的 你無論怎樣少 你的科技是容許他們在網上匯集 其實很實際 開店一個商場 我當對面就是Megabox 這樣 有種就是買了全家Megabox 我就是不租給你 是啊 這樣還能做到 這個所謂的 趕絕的效果 嚇死你 就是玩趕絕 我當作是Megabox 但我現在就是 我連辦公室都沒有 這是什麼企業廣場 你買了整個企業廣場 我真的沒有用 我不租辦公室 他說你經常停電 你可能是一件事 你上不了網 你如果沒有電用 你充滿電 你可能就做不到 他買了A網絡公司 那我就用B網絡公司 你是不是買了ABC的E網絡公司 走不了 如果有一天 我被一個這麼龐大的機器 可以壓死我 那我就打麥多勞公 我便該死 你明白嗎 我便該死 正常來說 沒有理由去到這樣 已經不是一個正常的 技術上不大可能 是啊 還有你假設 應該沒有人有這麼多次 因為你記住他不是坐牢 你不是變成一個奴隸 到這樣 你說真的坐牢 你就真的電源廁所有多大 用多少電力去控制 那在這個社會上 應該每一個人都是 supposed 自由 甚口沒有聽 DIS AV DIS AV 你拘捕人封艇 他八個小時後再開 他的網放在外國 他會蓋死他 理論很過癮 等於你砍石下來 死的人是恐龍 蟑螂是不會死的 除非你學北韓 北韓是沒有互聯網的 全都是intra 全都是外互聯網 要買參考登記 你搞到香港變成北韓便死了 對 你封鎖網絡我就死了 封鎖網絡我就死了 應該不是我先死 應該不是我先死 更大的會先死 更大的會先死 蟑螂現在還有 老鼠也可以 如果為了弄死我 要搞到這樣 我就轉行 那你也很重要 到時才算 對 因為我經常覺得 在新一代的年輕人 可能他們未必會這麼 一來可能夠膽 但就想不通 因為傳統的媒體 他當然是 copy 所以今天你是來給人 copy 所以他知道 沒有關係 我不是要他 copy 他的網 而是思維 原來有些東西 要參考 沒有思維的邏輯 要參考 原來什麼都沒有都可以 我拿一部電腦 已經是一個公司 還要自己有廣告 廣告是不需要什麼很厲害的廣告 所以有一個很漂亮的門口 叫人寫 不需要的 基本上在家裡睡醒 總之寫些東西都可以 我想是這個新的想法 但是你要吸引到一些作者 在這個頭部 對呀 那些作者很高質 對呀 那些作者非常高質 我們還有很多很高質的作者 我講了一個思維 要講要做到的 兩樣東西 思維要轉 我猜不是思維轉中很厲害 但你沒有餡 你也是死的 你創意 你創意一樣是突破舊思維 你不突破舊思維 你不突破舊思維做不到 你也不理會 先去後立 是重要的 例如破舊思維 我是做了很多破舊思維的 例如傳統媒體 不同山頭有不同媒體 我一開始的想法就是 婦人媽 以文會友 以友婦人媽 意思就是 不同人 講不同的東西 都在我講 很貪心 其實我是想 不同的人 看回對家的東西 而這一個討論 到最後 令到價值彰顯 以友婦人 婦人就是這樣來 當然有些人說我垃圾 但做著做著 就說我良友不齊 其實不是良友不齊 是雅族共賞 這一個後話 這個世界都是這樣 但我很不喜歡 有些人就是 你不同意對面的人 就說他垃圾 然後想剷除我整個網 不過我沒有所謂的 因為你這樣做 你一定有他的 agenda 很直接 因為他可能代表某個派系的人 他就是不想 另一個派系的人 的聲音出來 他選擇的方式 不是跟別人不戰 不是在道理上打他 而是摧毀我這個平台 我可以跟你說 你是摧毀不了我的平台 這裡不行 這邊 因為你摧毀不了我的平台 對傳統概念上 玩了這麼久都知道 是嗎 摧毀不了我的平台 最擔心就是這些 摧毀之後在其他地方摧出來的 很簡單 一個政治派系 你選擇攻擊我的平台 想連銷大家打另一個政治派系 是不行的 因為 就算第二個政治派系死了 我就有第三個政治派系 穿潮溝占也好 什麼也好 都可以 我只要有這個 這個政治派系 我始終是有一個自然的東西 我始終是活著 我可以想說 基本上 其實他 當然這個方法不能夠 就好 他只是說應該不夠聰明 他不能夠吃到一個 一身的潮流 而他再聰明一點的方法 他就不是打壓力 總有方法令你死 只不過不是這些傳統的方式 其實他想活著 很簡單 在我那裡打死這個派系 就是另一個思維 有些人是很有趣的 我就是不想交租給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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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玉岩多過 曾玉岩增到自己死了 有些不是人的 不過算了 有些人已經死了 他不夠聰明地再提高一點 其實有時候 一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要用它舊的模式 也不合理 像你所說 在你那裡 可能它比較厲害 在你那裡打探地 可能更好 以前的方式是合理的 以前的方式是合理的 以前的 因為印刷機是難的 我現在就發牙痕地說 印東西很容易 印報紙很簡單 我寫完一些東西 找一個人排版 撿字粒 印刷機 然後拿上街派報紙 派報紙 那是舊模式 對 人們說得很簡單 但其實一想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價錢 所有東西都是人 當然 還有你先派幾份 對 說到印刷機 就這樣說印刷機 為什麼不搞印呢 印刷機 你知道嗎 原來 我當然做過一些研究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印刷很貴 印刷很貴 印刷是很難的 因為那個廠房 原來是要特別建立的廠房 是建造的 建築物 超大的 印刷機很重 如果印刷機搬到這裏 是會砸碎地板的 是 你不可能是多層的 這不是那麼容易 讓你說印就要印的 因為他們要想 印刷子 印刷子 其實我當初想過印刷子 只不過是一想這些 原來印刷機是這麼貴的 是這麼難的 就打消了印刷 你要弄出來 等等好俗的東西 因為我也試過有時候印刷 還有那些 臨到尾 印刷 或是看顏色 你覺得整件事很想死 不同的網上 說是齊衣 搞定 那些發行也是 這是很大的事情 發行也是 其實香港 好像只有幾間發行報紙的消息 報社 其實每個派系的報紙 印刷後 就交給那些發行 就運到不同報攤便利店 沒有了這些發行 那些發行也是很簡單的 只是一些車隊 車隊去你每早幾點 凌晨幾點 你在那裡搭報紙 他就在那裡幫你車過去 這個也是很高成本的 你要養著那些隊員 這些人都要開花 全部都是錢來的 所以你說派報紙這麼簡單 你真是找到幾萬人 幫你在街上派報紙 你算回報紙的時候 有很多姐姐 你算回最低的工資也會死 不是這麼簡單 我當初要想的就是想這些 所以其實我也發現 很多嘉賓 在他們在創業創業的事情 很多都真的會運用網路 因為成本很低之餘 其實有很多的空間會比較大 剛才你說了印刷 你中間經過這麼多浸 其實他們的取向都會阻礙你的 可能我無端端 拍報紙的那些姐姐 我不喜歡你跟那個政黨 他們全部都坐在那裡 你就真的做不到 那你網路上很直接 你就不會影響到你的喜好 或者其他人的話 其他東西阻礙你之後 我相信你們做事會比較直接 或者說我的 剛才說的資訊散出的渠道 就是印刷跟著發行 那我的文章散出的渠道 是怎樣都會繞路 雖然會不會有封殺的情況 是有的 就是你封這裡 你還有其他地方 是的 那位某一個網紅 他不喜歡我 見到容樂錡就真的了 見到婦人就很高 他都是他自己 是的 都是他自己 那他是不是一個關鍵 是不是真的很多人看他 是的 因為他寫的 少了他負責 是不是真的會少了人看 是的 但是沒有了他負責 是不是會死 不是 就是 如果你靠那幾個車車 幫你派就真的會死 是的 沒有了車袋 是不是會死 你真的會死 所以網路上 印刷廠不幫你 印刷就真的會死 都會死 減產了很多 就是我先破 後立 就是要立到這些東西 是的 我破了剛才那些所謂渠道 傳統的東西 甚至是那個編才的模式 我也是破了的 但是要立 我就要立到自己的那個 那個風格 這個所謂的編才 沒有編才的模式 我的模式就是沒有編才的模式 就是等運動 其實我前面說了很多破的東西 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個立的部分 因為第一件事 吸引到蕭公子 都長期地有地頭 其實傳統媒體的幾個學 傳統媒體就是 一個人物是重要的 其實人物是重要的 其實我們中間也有朋友介紹 我才會認識蕭公子 當然就不要隨便開名 很危險 不是很危險 每個人都知道她是我的朋友 但是 我的網絡很古怪 不可以開名 總之都是靠一層拖一層 今天就會認識到你 很感謝蕭公子 這樣認識到你 這是正常的關係 但認識不代表她肯制 沒錯 那你一定要做一些甚麼 那你怎麼會 我為甚麼 這個我很想知道 可能是創意創業 大哥 你是不是所有創意創業 可以了 我可以敲門 你再放下去 我相信你 她又不是 她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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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她在網上找她又不肯 你不要這樣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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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所有年輕人不要考慮,我很有創意,但不做好你的本份 雖然你很自由,其實沒什麼理會 或者可能某些事情,你當然做了某些原因,他們會理會你 某一個位置我覺得自己做得不錯,我必須要說 當然要說 我真的每天都會做 首先我不勤力,我很難,但我每天都要開工 很多人都會說,你每天都要放假,我每天都要做 當人們說每天都要做,其實我每天都要放假 其實兩體而已,真的兩體 我每天都會貼文,我每天都會貼文 每一篇文都要認真貼文 我就不看錯字 昨天半夜三更不看錯字 我看錯字 我每天都要做 這件事以前不同,有人會幫你檢查 還有我想說的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很多時候,他們是被父母請求 被學校請求,他習慣了被請求 但你這些是主動地勤力的 我想這個是很轉的概念 因為我真的有些學生,你不叫他不動 每天做,你不叫我明白 如果你在看這個節目,你真的想創業 但如果你真的像Amanda所說的 我鼓勵你不要創業 他會死 他自己會死,嘗嘗爆炸 創業最重要的是,真的要承諾 只要有紀律 這個紀律,你可以夜睡,你可以不睡 你可以下午三點睡 但是你要有規律,一定要有紀律 我的紀律就是我每天都要貼那些文 我每天在Facebook一定有這麼多個帖 這就是我的紀律 我早幾天是腸胃炎 我到火紅火綠,我也要做 我試過,什麼豬流感 發燒發都不知道多少度 我都要做 當然啦,我的做就是快去張床 那你的工作可以 我要做 但有些人是射球的 但你的心態,你這麼辛苦 這麼累,這麼淒慮 你有沒有想過一刻,不做 不會,因為我靠這件事 找成 我沒有了,他會死 好像很慘 我沒有了,他會死 因為當初你做這件事沒有人逼你 你做完就沒有人逼你 如果要說第一次的故事 就會說到很多人 但我沒有所謂,我都可以說 例如我當初在政黨打工 我在政黨打工 這個其實不是什麼秘密 所以可以給我人解釋 我在政黨打工 我當時搞這件事 其實是為了政黨想的 因為我當時上街派傳單 是一個很慘痛的經歷 是 因為派傳單 因為派傳單 其實就是向信徒宣教 那為什麼向信徒宣教 你不是宣教 為什麼向信徒 因為肯拿我們傳單的人 一定是我們支持者 全壯 看到哥哥的嘴巴 還肯拿我們的東西 一定是支持者 不喜歡我的東西的人 看到嘴巴 走過來 吐口水 他真是討厭 說粗口 通常我們看不到 不喜歡就當看不到 不就走過 我戴一張看 我戴一張看 戴一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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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肯拿我們都是支持者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政黨要吸引支持者 壯大的支持者 直至有一天 我們可以拿政權回來 但是做不到這件事 就浪費氣 所以我就想一件事 一定要衝破這個 衝破這個 我們向信徒宣教的壁壘 我就想 不如印報紙 將不同的有趣的東西 中間是一些政治的東西 那些人看完有趣的東西 就看政治的東西 這個報紙要淡化 即版面上要淡化政治色彩 那些人才落答 後來想回印報紙不可行 因為剛才所說的 印刷、發行都是一個問題 靠我們那些支持者派的東西 是多餘的 那些錢 飲飲食不為餘力 但他們真的做 很平常地做 是很難的 印報紙不可能 不如搞網 適逢那時 2011年 Huffington Post 剛剛給我 我忘記哪間收購 我真的忘記哪間收購 哇 收購很大筆錢 那些人覺得 搞網可以 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那個朋友 現在是其中一個股東 就在這裡跟我說 Rocky 你是不是想搞那些東西 不如搞網 Huffington Post 多厲害 不如我們搞一塊東西賣 大家都想著 被人賣 那就搞吧 真的搞了出來 後來真的搞了出來 理念就是這樣 不同的有趣的東西 放在一起 中間有些政治的東西 這是最開始的故事 但是去到自己這麼軟弱 這麼淒涼 只有你一個的時間 你一定有原因 令你堅持 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最沒有收入的時候 我就是要靠這東西去衛生 為什麼我今天 自己說自己是戰神 網絡戰神 鍵盤戰神 人們說我鍵盤戰士 我不是 我是戰神 再厲害一點 因為我會為了自己的生存 做所有的東西 用我所有以有的東西 去做所有的東西 其實真的好 為什麼我會想她說這個點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她是不負責過自己 因為有一個很好的爸爸 有父幹 所以她不需要負責 她就要抹開口吃 吃 先走意志 你像你所說 沒有飯開 怎麼都 你也是這麼小 你也是 這麼多兩顆 你也要做 是啊 那時候不止這麼多兩顆 其實最開始我們沒有廣告 沒有廣告 其實我當初也有一點潔癖 太多廣告會不會阻礙人看 這些是很正常的想法 但到最後就是 不行 要吃飯 你看不看你的事 反正原來去到最後 我試過 因為試而已 就擺多兩顆廣告 會不會真的跌了流量 特步 流量是會跌了一些 但是收入就 我覺得很快的習慣 我真的要銀子 不要面子 要銀子 不要面子 真的 那個時候就是我最 可以說轉變 或者鞏固得最快的 那個日子就是 我真的 看到自己 沒有飯就開了 不行了 死了 銀行存款不斷燒 其實好 千金藍牙算 當然要搞到這樣 沒有了家當 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業體驗 對 還有創業者都要你 你總是意無反顧 真的 是 如果你是沒有道志 那時候是說的 意無反顧 但火燒後 你想怎樣 不能開放 或者你銀子 因為這樣 其實所有創業的人 多多少少少都會有不同 都會經歷過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創業 你去找金主 我建議你不要 是 有些就沒有了那種 不是 你找金主 就是你騙他有錢人 每人放水做 這樣 然後你會洗人家錢 我都見過有些人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這樣說 我真的有些個案 其實幾十歲了 不斷有很多金主 我都不懂事 到真的嚴重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他玩得太高 一倒下來 完全是 還不倒身 而且他沒有成長過 跟一個年輕人差不多 因為他從來沒有試過 不可以翻開 所以他很容易 其實是沒有的 見到自己就來沒有 是很正常 那個不至於去到 真的要睡街 但是 這個信念 即使你做到自己的生意 也好 你打工也好 老闆見到你這麼認真 人工也高一點 好像是 不認真的話 就不認真 很難 老闆見到我這樣 就會解僱我 那你就要打自己工 沒有就要打自己工 我也是做老闆 但問題就是 那種 真的叫專業 說得差一點 你真的發生什麼事都好 你怎樣都一定要開工 怎樣都一定要做 這種毅力其實大部份 你做得創業 或者你不可以創業 你自己做資料也好 你都要有事 因為你不能說 我訂了你的服務 我今天不舒服 是呀 不行的 怎樣啊 真的不行的 因為這個是客戶對你的期望 剛才說的就是 你破了什麼 你怎樣罵 其實你的信譽 我沒有什麼信譽 作者信了我也是信譽 為什麼 為什麼你還願意放在那裡 他有什麼吸引到你 你說一說吧 我又不是都放出去 多好 我有改標點符號 你用半型的 要改半型 新的 所以大家記住 懶 沒什麼做事 客氣 其實都可以做到生意 是 但有些事我很自律 自律 之前都說 有一群年輕人睡覺也是生意 買吊床 賣你睡覺 有的 有的 有這件事 我總是覺得 無聊事專業化都可以賺錢 總是做得好事 做得好事 對 還有自知也是重要的 例如我知道自己 我是不擅長收拾錯誌 所以我不收拾 我也明白 找人幫忙 找人幫忙 不找人幫忙 任由他 寫明 你拿來的時候 自己要自己負責 也不是 是的 那些人會罵我 是的 部份的人會罵我 有很多座植 他用傳統的概念 因為他應該覺得應該是你們的 但其實你不是罵 你叫你的名字的主編 應該也沒有 都沒有所謂 你不是罵 到最後你就罵 其實你想想 你的思維 其實你罵也是有議題 是的 你也是希望有流量 還有你花時間在裡面罵你 也是的 正負面也好 也是一個 還有網上有一件事很有趣 就是很容易看到 一些不喜歡你的人 而忽略了很多 其實是不理你 或者是喜歡你的人 因為罵你的人 在Facebook 真的 如果你開一個專頁 有很多負評 負評多於正評 首先一定是正常的 因為罵你的人 才會留留言 他才會發心思考 而你見到很多正的留言 很多都是買留言 但不要緊 不要討論別人的事 總之你見到很多人罵你 是無所謂的 因為最重要是 比較罵你的和瀏覽量 真的看了他們 我當作有篇文 五萬人看 二十個人罵你 其實多於二十個人罵 在網上見到很多 但相對於五萬人 我就知道真是好笑 而且現在的行為 都是喜歡不留痕跡 之前我聽了一間 即是數據公司的日後 他說 例如他當作Facebook 他說大約97%的人 基本上是不留痕跡 是呀 是呀 只是看 所以你的數據可能是幾大 以前有一段時間是買這個數據的 但現在基本上已經是要是買回來 要是是假的 如果你看到 我想是這樣說 我們有一個新的思維 就是在網路上見到自己的負評也好 其實都不用這麼介意 不要這麼緊張 首先不要緊張 但是 需要正視是要正視 但是正視完之後 是不需要 我為了這個負評 而去 直接去應對負評 但如果負評說 我有很多錯誌 但一定要首先看回 就是 好 很多錯誌 是不是令到沒有人看 不是的話 資源許我一定改 我需要大把錢 我一定要找10個人幫我改錯誌 真的 有人在廠裏真的只看 是呀 我沒有所謂的 如果我是無限金錢 我不是的 我不是無限金錢 首先 如果你要放在網路上 你要接受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 每次加都會有不同的加規 你要解釋才能入 要不然就不要夾你 還是不是簡單一點 是呀 其實也是 你不是有一群同理信徒 正確的片段 最重要的訊息不是指 但這可能是傳統的想法 例如平常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 真的會罵你 你不能在網上再發訊息 可能發酵會大 但網路上是另一個生態 反而是正常地 是那些人才會放下來 你的想法又轉了 我想可能對大家 如果將來有機會 是你的生意 與社交媒體有些關係 你可能要想一想 轉一轉 不用太擔心 以及不用花這麼多成本 因為你要記住 新創業的時候 錢是極度有限的 所以就不要讓這些問題擴大 因為有一類人 他們的 在MT的性格上 有些人是說感受很強的 他會見到一些負評我 很不開心 其實我也會 不開心 他沒有理性 因為生意需要理性計算 會激動 對負評的時候 會麻木 會麻木 對 你罵得不夠多 不是 我就是被人罵得更多 更多地步 罵到前老闆解僱我 所以就 不會再有任何負評 可以動搖到我 因為我現在就是老闆 你是不是向我老闆罵我 Come on 就是這樣 我想其實這個思維 但是有少許轉 因為有些人可能 他那個 但如果他沒有試過 一個年輕人 新的生意 會不會很差 然後說 我當作模特兒 說你樣子 他會不會不開心 是會不開心的 是很正常的 但我會建議你 不如鎖掉他 是的 其實需要少許時間 要不就不要玩 要不就鎖掉他 要不就鎖掉他 那些可能真的要正視 其他那些罵你那些 都沒有模糊 其實有得預先計算 找對的人幫忙就行 對的人幫忙就行 對的人幫忙就行 我把他放進行單 有什麼事找他 但我剛才那句 不是腐氣說話 你不要玩網 我講真的 很多年輕人說 請教我在網上怎樣成功 因為我不是成功 首先請教怎樣才有機會成功 其實你可以不玩網 因為你的生意 如果跟網絡不直接有關 你可以不玩網 你要計算 說真的 我就算沒有說生意 但是人其實不玩網 我有很多朋友 都完全沒有網絡 他的人生是豐富的 看了幾本書 是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你說我的生意 可能要跟公眾宣傳 或者買一些實的東西 需要跟社交媒體溝通 你就要學習 但不要那麼上身 生意跟你要分開 你要計算到 例如某些群組 是這些的 你就要去 就算我幾個不喜歡 都要去 例如打機 他一定是那些 你就要去那些地方 你說不是 我要看一些很專門的分析 你沒有來打機群組 你都要分得很清楚 可能是跟你自己 可能是新創業的人 他自己玩社交媒體多 他未必會這麼清晰的處理 所以才會問你 如何成功 但是如果你真的創業 麻煩你 你坐定 想清楚 社交媒體是否真正正正 關事 當然你不一樣 你是搞一個完全的 我減網 一定要減網 當然 講了你怎樣破 你怎樣立 其實他最努力的就是每天都做事 每天都做 見你之前都做的 剛才都見我 正常 正常 當然很多人想問 咦?其實我可不可以 咦?其實我可不可以 咦?你有沒有可能 有些事情可能 試一下 你不就試一下 可以有些 我也想做網上的事情 或者我真的很想像你這樣 一個人 然後有些廣告做 我不抄襲你的東西 有沒有一些 類似的生存空間 其實網絡上都有 不同內容 其實都有他的網 例如 大家很想看看 當然是找一些嘉賓 我朋友 我有幾個朋友都是搞網 有一個朋友是搞手機遊戲的網 他都很好找的 即是否再轉捏 轉捏 轉捏 亦都要留意的是 我剛才所說的 都是自動圖 就已經解決了事情 即是沒有文字 即不是片 片 人們常想像拍片 拍片 其實有數得計 如果想拍片的人 應該讀那些媒體 其實他們應該知道 例如ABC三支燈 鏡頭收音 街景就是另一條數 剛才說ABC三支燈 那你找找設燈 設燈是專業 是的 現在他們很專業 沒有線 你不要得罪設燈一個 你的樣子很危險 打燈專業 收音專業 如果要拍片 還要計算幾個場景 去完茶餐廳 出街試走個圈 再走個公園 男女主角 姨媽姑姐 一數下去 兩隻手都數不完 拍不慘 後面剪也很慘 因為我有剪片 那一刻真的很沮喪 你前面拍很高興 很高興 回去剪那一刻 全部都是head count 時間 時間 說得差一點 你轉一過一時間 做完一個小時 你打算給最小公司 32元嗎 不是的 成果更高 認識這些人都是專業的 又一條數 剛才一數 拍片 五分鐘的片 你可能要拍兩天 兩天 每天都做六個小時至八個小時 我只是講兼職 因為那個人可能要上學 才陪你出來瘋 一計一條數 你就知道五分鐘的片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廣告收入 你就不如不要做 還有可不可以這樣說 但很多人現在是不想這件事 就是要拍片 因為很多時候你新創業 你當然要計算你的成本 即以你的模式文字相片 是最容易穩陣 最低成本而找到讀者 而讀者引致的廣告收入 足以遮蓋我的成本 因為真的很多人 我認識很多學生都好 很喜歡拍片 正確 因為他都沒有那麼多 他都可能自己拍完 覺得有趣 然後就很簡單 放上去 很容易多人看 是的 但是不是可以做到像你這樣 我經常覺得生意 或者你高興 不需要一陣子 你是不是持續 因為你本身是十分 你持續都要吃飯 沒錯 你沒有飯開的 你不可以一日兩日三日一段時間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拍片 拍到持續性 還有有要求 因為文字和相片 全香港只有一間 可以 一百毛 其他人想學他都會 這麼說 他都要一段時間 而且他的尺寸都不小 以我所知是可以的 你不要說我什麼霸人商業機密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到他好像可以 事實上 如果要拍片 要玩廣告書 但他事實上是真的上到我的位置 而他的收入是可以養多一班日 而大家先講一百毛 大家認識 很坦白 不好意思 大家講了你的網站 未必會立刻一百毛這麼熟悉 實在的 只不過如果真的你要創業 你可能是否有金主 他雖然以為覺得手機最簡單 因為讀書不聰明 都會在這裡拍 但他後面的資源 或是要維持到那班人的感覺 可能會比較強 因為我不肯定 我這樣估計就是 例如文字 我把照片拍得漂亮 加了效果 文字也是那些 相片 很多合法的渠道 是不需要遲險的 是 真的要買相片 不是真的貴的 有限時 你去到那裡的人 是對文字有基本規定 但因為視覺很壞 都這麼想會悶 他會要求鏡頭漂亮一點 是呀 要高清一點 再高清一點 今次好笑 下次就要下流 今次下流 下次他又想回要質素 真是煩的 所以我估計 文字和相片的部分 變化或令讀者悶的情況 沒有那麼快 可以是腦寶 即是腦內寶原 這個很潮的 腦內寶原 譬如看文字 別人的腦內 會自己有幻想 但看片是沒有的 我刺了一刀 有很多想像 但你拍片 又要準備道具 準備血章 還要害怕會有效果 因為這樣說 一些學習部分 其實看文字 基本上他的大陸發生 會再好過看片段 因為看片段 你是完全沒有思考 而且是完全壓殺了想像的部分 他完全接收 所以會被動更多 我猜 如果是拍片的人 你還要遇不淺 就要不斷進步 肌肉要漂亮 你的角度要更好 而且那些人是容易悶 要刺激多一點 我不肯定 是否你過往的觀眾 雖然說倒閉 但有一群很呆黑的粉絲 因為他們又很不怕悶 而且可以忍得住 總之版面這樣也沒有悶 喜歡看字的人 都會 先會看我的網 不過當然 喜歡看字的人 才會看報紙 喜歡看字的人 才會看01 看蘋果 看東方 一定是這樣 蘋果也有動新聞 東方也有片 但我真的只有字 那些只喜歡看片的人 這是自然的 分流 會流失的 當然有些學生 如果看字的人 會比較定 他們可能要求 不是誰比誰更高 不是的 是純粹那個問題 我只是講成本 我其實到最後只是講成本 你下一個肯定 製作成本 而這麼多分鐘的片 吸引多少個廣告 到你那裡 這個成本 再算一下 如果你不行就不要做 我只是講這些 如果你有就做 公眾群的成本 因為文字上片 他們的忠誠程度 可能留得久 片段那些 可能需要人的刺激 這個又不是 我猜而已 都不是 直接可以告訴你 因為 剛才說文字用圖 是成本低 而成本低 就是被人 學習這個模式 很容易 所以 也不會忠誠 因為 你貼文 人家也可以貼文 看別人也可以 有些人在 有些很特別的人 他就習慣到你找他的東西 如果真的喜歡他 其實是他的網絡去看的 所以 分了不同類 有些永遠先經到Facebook 去他那裡看 有些就不會到處走 只是在我的網絡 多渠道 但也不要理 要維持生態平衡 這就是 永遠都是 為何有些人會在我那裡看他 有些人 這麼喜歡他 也會在我那裡看他 這就是 你做的事情 就是有些 有些奇怪的 所以為何他會 仍然有這麼多錢 生意這麼空閒 又不是真的很多 救食 這個模式 對於 對於 你明明的 衣服都穿洞 不喜歡買衣服 你明明的 有很多年青人 做份工作都想 死牙血都出賣 每分鐘都不停做事 都找不到你這樣的生日 你這樣會被人 他入錯行 是 這個也是 這個產業結構 這是政治要檢討的 要反傳一下 就是產業結構 不過 我這些就做不到這麼多 為何我這個節目就是 其實有任何事情 你想到 你要認真做 經常都說 無聊變專業 你很專業做一件無聊事 都會變成一個生意 還要想得通 對 所以思維要轉 趁家賓上來 就讓你知道 這麼閒的 其實都可以 被人罵在網上 都可以 這些概念 其實有點轉變 跟你平常的想法不同 可能你想到 你另外一個生意 都不出奇 對嗎 這是實戰經驗 所以為何找到容樂其上 來講 第二個找我不講 因為我知道你沒有剪 對 我們不會剪 我又不會搞你 我一定不會受訪 我不會搞你 訪我一百句 他會剪我兩句出來 那我怎麼辦 時間沒什麼限制 或是博物質 你講話 其實自己講話 也沒所謂 大家會看到真實情況 我想在你的地頭 你的生意上 你富人媒體 正如剛才你的情況 不剪不改 不改錯字 不改錯字 很單純 我自己改錯字 認真文配J堂 你會看到真實 有些人吃了太多微精 想回到原始的味道 也有的 我們很多文是很正經的 其實有很多樣的 小說挺好看的 待會完結節目便會有一題 這個節目何時播放 六播的 這個要問我們 但不要緊 看他們下面的網址 可以上去便可以 但真的很感謝你 講了一個很特別 我想真是新的概念 關於媒體上 因為太多人有做 但賺不到錢 我覺得不要專注於新的 這是認真的 不要專注於新的 專注於舊 舊的就是媒體 就是資訊的傳播 舊 什麼舊 生意就是要賺錢 是 是 是 這是舊的 很舊的 很舊的 基本 基本 這是重心 很多所謂新的東西 很多新的東西 完全忽略這些東西 是啊 是啊 很簡單 你幾身都好 我都會餓都要吃飯 所以我會死 一定 生意 生意需要盈利 為什麼在這個圈裡 是罕牛 我想這樣說 遊戲的財技不同 他玩 人家以為是直接做生意 他想要賺別的錢 但是很多財技 是另外的地方 根本有很多 例如貨利山浦 你那些是單車 你想想直接在單車裡面 可以賺到錢 說得衰些 兩東西又變成怎樣 我想很多東西 他們的玩法 想賣盤 再大一點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再問你才知道 這些客人 但是正常一般 普通的小孩 想要創業 都是很直接 在自己的生意賺錢 你就不要被其他人 拉到你 甚至奉勸 如果你想創業 真的奉勸一句 真的不要想著 搞舊東西出來賣盤 傻的 真的不要 你所謂很 strategically 想要做這件事 對計算 你無法計算 就是你做不到的東西 沒有人賣 是 我也有遇過 千萬不要想做到的東西 賣不到 跟我說幾年之後 想要上市 你賣不到怎麼辦 那你這幾年做的東西 如果你本身是大把錢 像誰那樣 就行山 我真的很討厭他 要上市 當然是問了我 不要發白 行山 幸好我這個節目 就是要很認真玩大的 你找這件 但你真的要很… 我玩小的 小一點也不要緊 各個玩 其實很多人 我賣家人仔 不是 問題是甚麼呢 要鼓勵大家的創業 就是你們有才能 有些東西 你不想回去招架萬五做 那些你不想做 是因為你做不到你想做的東西 你想做的東西 你要想到 變成一個賺錢的生意 這是重要的 但首先 你所說的 最基本的 你要搞定最基本的 舊的東西一定要看 對 你不要想真的賣款 那一定不是你的親人 或者你喜歡的東西 你一定是做到你最聰明 最好的東西 然後再加一些生意技巧 但首先要賺錢 你不要想著 我給朋友吃 我沒有錢做給你吃 都不行 你要想回頭 還有要找回一些 真的做生意 給你一些重要資訊 像你剛才所說的 你生意上的revenue如何 你最基本的問題 那些朋友真的會幫到我 你是要有的 因為你打工和你出來做生意 真的兩個世界 你找回一些相對的 即是前輩問完之後 你就可以發展到 無論多小的生意都好 只要是屬於你的話 你的心情都很OK 而且慢慢會做得大 這個希望這個節目裡帶出來 還有今天多謝你的嘉賓 多謝你 給我機會說 Rocky 我多謝你 我第一次跟別人說 閒時吃飯都會跟別人說 給我 如果沒有一些前輩 對於新創業的朋友來說 你的看法 他們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可以這樣走 可能需要有一點靈魂 我不是說靈魂 靈魂 靈魂 原來可以這樣靈魂 我的專業就是靈魂 給別人睡覺都可以 你一定要用腦想一想 認真地把你聰明的事 變成生意 其實這個世界上很多事都可以做 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